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馬來西亞賺食的體驗 在大馬賺食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很容易在街邊都可以解決 有朋友帶我現在 在Kota Dama Sawa 很有人氣的茶缸吃早餐 雖然這裡外觀很平實 但他們也是用電子點餐的 挺先進的 我點了一個吉仔茶 在香港很少喝到 另外我先生點了白咖啡 和我朋友點了Chunk 即是香港的煙羹 另外我吃過一個 在香港沒吃過的 咖喱豬腸粉 有點濕 給我吃 有一天我們開車 途中看到一間快餐店 當時很餓 就進去看看有什麼食 嘩! 竟然看到有五六十種款式 任你選擇 這裡是自助式的 選擇了你想吃的東西 就去收銀署計算錢 但一點點不貴的 可以說真是快靚正 我們兩個人吃了二十多塊 最重要是不用等 立即有得吃 廣貝快靚正 真是高手在晚間 有一天我平日 回家 不想再出去 就在最近的買不當 就隨便點了一個星洲炒米 那我就問一下 原來一個年輕人 即席幫我炒這個星洲炒米 你看到他的手勢多純熟 火氣十足 那你猜猜這個星洲炒米多錢 其實是八塊而已 我發現呢 在街邊買東西吃 真是超方便 我今天呢 在糖水車裡 開了豆腐瓜 龜苓糕 鮮脂汁 還有任不當 那裡 買了一個 豬肉粉 簡單單 那又一餐了 今天又想等我新的意思 我們去到他們所謂的巴薩 即是我們的街市 就買些不同的海鮮 今晚要試下煮飯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